其實就是這一首歌 我決定把我的演講口丟掉了 為什麼呢 這首歌 就是在民國99年的時候 項鍊那裡的港口部落 馬國大愛項鍊那裡的土地 正要被政府徵收 那時候搞不好是記者 我們就很擔心 破路的土地被拿走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我跟幾個姐姐 召集一群年輕人 我們要把這個議題拉高層級 到環磨土地 到板炸的環磨土地議題 所以 我們組成了一個叫板炸 阿美族守護聯盟 我們主要的目的 就是為了協助部落 為了協助我們的老人家 協助他們 能夠在爭取土地的這條路上 有更多的年輕人支持 所以我們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發起了板炸的土地的百年戰役 我不知道老人家知不知道 有五百多位的板炸 站在總統府前面 站在凱達格蘭前面 他們夜宿街頭 為的就是要還我們板炸的土地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花林 在整個花東 有九成以上 都是公有土地 我們板炸的土地在哪裡啊 加油 加油 再拆盤拿去啦 民國七十幾年 開始有真話 編保留地這個政策 可是到現在 已經快三十年了 很多老人家的土地 都拿不回來 所以搞不好一直在想 我們板炸 什麼時候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 管理自己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自治 我們原住民 佔整個台灣百分之二 是非常非常少的人口數 這樣的人口數 想要爭取任何一個權益 都非常的困 我們在議會 如果沒有一個 能夠站在議會的殿堂 來監督政府的人 我們的力量就會很薄弱 我們想要喊出我們要自治 我們想要喊出我們要土地 都很困難 所以 搞露非常關心我們原住民權益的問題 所以在這一次五合一的選舉的時候 搞露觀察很長一段時間 剛剛我們的台長有說過 那時候在半年前我都還在國外採訪 我一回來 我一回來 我就馬上投入這個選戰 大家都覺得搞露出來有點晚 可是我要告訴法律法英 告訴三人家 一點都不晚 因為搞露已經準備很久了 因為站在搞露身邊的不是只有我們這些人 跟搞露站在一起的有很多年輕人 跟搞露站在一起的有很多專家學者 跟搞露站在一起的有很多想要提升部落的人 所以你們一定要有信心 讓搞露進入議會 搞露會為大家喉舌 會為大家發聲 因為這樣的工作是跟記者是一樣的 可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人 在華聯的議會 監督華聯縣政府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的周知 要來拿走我們的土地 可是我們的保留地都還拿不回來啊 搞露很年輕 大家都覺得我只有18歲 其實我的年紀還要再往上加20歲 搞露38歲 但是看起來還是很年輕 可是能力跟實力是不能看年紀的 對不對 我們一定要改變 我們一定要相信改變的力量 我們一定要相信我們身邊 我們旁邊我們自己的孩子 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們要相信對不對 對 也請 我們這些年輕人都要相信自己 只要你們能夠堅持下去 你們就成為那一股改變的力量 搞露從9月3號登記到現在 在中區這五個鄉鎮 一步一條例 握著每一個人的手 看著每一個長輩的臉 一步一條例 掌輩說 搞露 請你把土地拿回來 長輩說 希望年輕人都回來 我相信 了解搞怒的人 所以 他們都會來這裡幫我站在 因為他們了解搞怒是什麼樣的個性 是什麼樣的脾氣 是什麼樣的人格 我也相信前來的 Faki Fai 還有這些好朋友們 是信任我的人 希望 我們 都能一起改變 參與這個選舉不是為了選舉 參與這個選舉是為了改變 對不對 你們每一個人包含我 我們都是這個土地上的孩子 我們都要為這個土地上努力 因為我們將來還有世世代代要在這裡生存 所以為了你們的後代 你們一定要改變 你們一定要相信改變的力量 你們一定要相信改變的力量 民主黨 選舉 事代交替 其實 但是我很久的朋友 都知道 搞怒是不哭的 這次參與選舉 搞怒在今天掉了很多眼淚 因为说选举不承受是假的 说选举没有压力是假的 说选举不会觉得很辛苦是假的 但是岗路会继续走下去 请大家支持岗路 谢谢